美女被叫进办公室 领导把门一关 还没聊几句就越靠越近 赵平平假装没听懂 依旧保持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可没想到刘春风竟然得寸进尺 好嘛 怕不是动作戏吧 可把赵平平恶心坏了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不如来点实际的 我那医疗费的事解决得怎么样了 都过去半年了也不见动静 光说不练一看就是王八蛋 赵平平说完就走 没成想门口还有个张大哥 赵平平不知道他抽什么缝 就这么静静的瞅着 张大哥一阵尴尬 赶紧表示 最近一直忙着排练 就连做梦都能梦到女主角平平 赵平平懒得搭理他 可张大哥却又把他拦住 聊起了巡演的事 说自己比较笨 想让他帮忙走走戏 赵平平看他一本正经 也就答应了 却不知道刚才的一切 都被刘春风看在眼里 到了晚上 赵平平认真的对戏 可还没说几句台词 张大哥就一把抱住他 赵平平回到家 不禁一阵后怕 这些不要脸的家伙 仗着他丈夫去世 就各种欺负他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熬 但这还没完 张大哥贼心不死 大半夜又找上了门 这男人半夜不睡觉 跑到小寡妇家敲窗户 见屋里灯亮着 却没人之声 张大哥又假惺惺道歉 说自己演戏太头鹿 才暴露他不撒手 绝对不是存心惹他生气 门总算开了 可出来的不是平平 而是一小女孩 尴尬实在太尴尬了 张大哥一肚子话 全都憋了回去 只想着赶紧开溜 却忘了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他当然不敢承认 自己是翻墙进来的 只能在小女孩 调笑的目光中落荒而逃 两个孩子是来看电视的 却意外成了 赵平平的保护伞 赵平平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了 可张大哥还是不肯罢休 第二天一早 又把他拦在半路 赵平平嘴上说着过去了 可还是被张大哥影响了排练 挨了一顿训斥 赵平平没法解释 只能受着 却让刘春风看到了机会 你看要不是我帮忙 你早就被换了 如果觉得我演的不好 该换人就换人吧 你看你看你看 静说气话 只要有我在 谁都换不了你 好几个人争承当女主角 我都没答应呢 高团长要退了 我接他的本 以后团里 每年拍一出大戏 那不都是我的剧本呀 我保证 每一出戏 都给你写一个好角色 刘春风真是什么招都用上了 可赵平平偏偏不吃这一套 我都三十好几个人了 留着这套去混弄学员去吧 刘春风脸被打得生疼 于是怀恨在心 转头就把赵平平给换了 可赵平平好欺负 张大哥却不干了 我告诉你 我跟平平演戏啊 有感觉 跟他一块排细啊 没感觉 要换 把我们俩一块换了 算了 刘春风也来了脾气 你张大哥演戏就演戏 还非得跟赵平平演 你说 你说 你是不是对赵平平不害好意了 眼看越闹越大 众人赶紧把张大哥劝走 可刘春风还在胡说八道 敢说不是事实 我听眼看的 眼看赵平平就要名声不保 一旁看戏的郑德 忍不住怼了几句 可他没想到 刘春风说不过他 竟然跟疯狗一样 搞起人身攻击 咱们团派起文化厅开会的车 如果你闺女不上车的话 就戳不了这儿 这领导真不是玩意 因为司机酒驾 话剧团的车出了车祸 他却把责任 推到人家去世的闺女头上 正德眼中泛着泪花 心中的怒火终于忍无可忍 一把将道具砸在他身上 不过对方的怒吼 转头走向后台 抄起一把砍刀 就要把他给劈了 刘春风终于怂了 赶紧走位躲避 却依旧不改无耻的本性 众人本以为出口气就完了 见正德没有停下的意思 怕闹出人命 赶紧冲上去拦着 一场闹剧结束 正德被叫进团长办公室 却依旧怒气未消 郑德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愤怒 团长以为他又要去找刘春风 赶紧上前拦着 团长觉得没那么严重 都是话赶话闹的 可他哪知道正德心中的委屈 他不过是让闺女坐了一回剧团的方便车 结果出了车祸已经够伤心了 却还被无赖成丧门星 团长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劝他冷静 可正德却反过来质问他 郑德这事勉强翻过去了 可刘春风造的孽还没结束 张大哥的媳妇得知剧场里发生的事 提着破血脸盆 就到赵平平家门口闹上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